毕业以后多久结婚的呀 毕业好像就结婚了 第二年 妈呀 那你那么早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然后那么晚才要孩子 你是咋想的 九 哎不对 我是九零年领的证 对 你家孩子那是两千年才生的吧 对 十年以后生的 就因为你太要爱事业了 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是阴差阳错吧 一开始 这个搞咱们这行的人 其实对要孩子都不会有那么大强烈的感觉 是 他是过着过着突然觉得 哎 是不是得有个孩子呢 对 而且我们两个的小孩还是先后的 我这个女儿是先生的 后来大概就是一年嘛 有一年 半年 两千 我是两千的 对啊 两千几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 就差了三个月 太阳没找个学校 你生在千禧年了 一月份呀 你找的外面 十二月 那也是 哦 你女儿是上世纪生的呀 十二月 二十五号 我的预产期是一月一号 她非那时候出来呢 怎么办呢 天哪 后来三月份 她爱人生孩子的时候 我还去医院 我怕她紧张 就是 她也很紧张 她就 因为毕业分配以后 毕业以后都分配的 我去广州了 然后我两千年才调回来 然后 跟三十大呢 那时候来北京呢 也是见面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刚毕业嘛 大家都是 笨着呢 笨着呢 都忙着呢 都啪 啪呢 往上 然后 两千年三月七号呢 我觉得是那天的下午吧 然后 到时候 平时见她也很少 那天我真的是很 没想到 我就是出去 给孩子买尿戒子嘛 然后我 一出门 我一看 然后她在那边 笑着喝了 落弹 哎呀 当时 真的 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 你怎么能找到她呀 一个医生 一个 我是去做场合检查 然后她说 你总觉得那个爱人 在我这儿生孩子呢 我们那个医生 我就跑去了 她也紧张啊 你想 我生的时候 分钟也紧张 沙尔娜 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 她就是这样一个 她会 她的暖 她的暖是由衷的 对 她会就是很 下雨时 她会想到你